其實都是說 日本的陸落的保險 我們都會拍照片 留在他們家的地點 其實我們家的影子很大 所以說剛剛那個照片回覆的時候 我也是看到說 原來我的小朋友 小朋友當天吃的一樣 其實我們都沒有資料的東西 那所以說 其實我們可以慢慢的調整 我們已經滿靜奇了 是因為我們已經是看到的 變得到 變得到很有用心這樣子 那我小朋友說 你們 大家都有在我們圖上面 透過當的經驗嗎 一定是說 或是 去哪裡玩 都會有心得的分享 部落格就很相當的可以示範 像我們圖上 常寫過 其實我們部落格要三個人再寫 就是你不認 可以一直討論的朋友 我們就固定這三個人有寫 那我是分享我的行動經驗 所以這條的定式將好 是大家可以互相聯繫 像我們一開始我們都會設定的題目 我說 今天是 我們有個新的執行官 就是第一次的組織 那我們就會寫 第一次執行官 然後就是 或者是說 女子女的小朋友都會 表彰 而且是要運動會 然後因為蠻漢的關係 所以都會不能舉行 然後我就會說一個自己 我意思是說 因為蠻漢沒運動 而來 而勉強自己來上課 反正是因為那個 就是因為做我一天的開始 那個情緒出來這樣 那我就有很多這個標題 然後 然後回課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 我大概是要講什麼 然後再來是內容 內容我會去母親女朋友 母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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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是老師 因為會有很多耐心 那母親班呢 很會附近講師 附近上課 那也會有很多主題 那所以說我在寫的時候呢 是我三寫過的 我就會很想 會很想很想很想 她是觀察有心的 家長的朋友 然後 母親班也是很想一課 然後 上去母親班的 小朋友 那是誰 叫乖 就是 她叫乖 就是 她稍微靜一下這樣子 那等我回到家晚上的時候 我會重複 我會像是 現在都是這樣 然後 自己的意思 我來是怎麼樣 我來 自己說 我來 自己說 喔 那個 這樣跟這一次 特有認真 她位參與 都會重複 總之數 我想希望